那么咱们接着再往下看 刚才看到浅色 那再往下看到这一组里面 这一组里呢 就是咱们接下来这些课程呢 要讲的融合型的混合模式 那首先就来看叠加模式 咱们现在来选择叠加 好 现在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那这条鱼呢 它是目前情况下 它是变暗了 但是和正片叠底 它又不一样 可以说它是一种弱化版的正片叠底 是吧 这就先可以这么说 那么好的 现在这个混合色呢 是在这个激色的比较暗的区域 现在我们来移动一下这条鱼 往这个比较亮的区域开始移动 哎 那往这边看 哎 在激色比较亮的区域 这个结果色呢 也就是这条鱼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 变得更亮了 哎 跟刚才正好相反 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这个叠加模式 它是有两种算法的 也就是它有两种情况 来 一种是在激色比较暗的时候 一种呢 是在激色比较亮的时候 也就是说 叠加这个混合模式 它是以激色的明暗色调为主导的 那么激色的明暗呢 就决定了结果色的明暗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叠加模式下 作为混合色 它能够很好的和激色相结合 产生相同的明暗过渡的效果 那这就多用于在激色上 添加附着的一些混合色的元素 最终结果色 可以达到一种 和谐统一的融合效果 那来看一下这个PSD文件 这里呢 有两个图层 一个是从白到黑的 这样一个过渡的渐变 但是这个渐变分了几个层级 就是从255到0 那一共有10个层级 隐藏一下这个图层 下面这个呢 这就是一个美女 那现在我们就来 把这个从白到黑 这个渐变呢 这个图层当作混合色 把它呢 改变一下混合模式 而选择这个图层 我们就来选择柔光 哎 这样混合以后的效果就出来了 啊 我们把这个灰度的发光等级 这个数字打开 看一下 灵的这个区域呢 这个美女这个脸这就被加深的 非常的厉害 那么空白的地方呢 那这里空白的地方 这个这个没有变化 还是极色这个白色 那甭管是 红褐色是黑 还是灰 还是白 啊 对于这个极色的白色来说 这个看上去 这个没有任何影响 是吧 好 再来看28这个层级的 28这里呢 也会把这个美女的皮肤变暗 但是他这个变暗 他跟零相比 跟这个黑色混合上去呢 这个明显就没有那么深 那再来看128 128这块有没有加深呢 没有 他这个没有任何的变化 啊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 可以把这个隐藏一下 看一看这个128这个区域 啊 把这个128这个区域 可以框一下 啊 单看128这个区域 有没有这个柔光涂层 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128是中间值 那其实这个就是中性色 再看141 美女这张脸呢 就是变亮了 啊 因为128这里是不变 那85 56 280 这都是变暗 那从128往上 从141 再看170 226到25 这个白色 那这个时候 大家看就是逐步的变亮 啊 随着混合的颜色变亮 那么这个美女的脸 就跟着这样一级一级的变亮了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学的叠加模式 它是根据基色来判断的 以基色为主导 啊 基色大于128的时候 怎么着 怎么着 基色小于128的时候 怎么着 那么柔光模式呢 柔光模式判断的是根据混合色 那么当这个通道的颜色是128的时候 那它混合以后 结果色呢 那还是基色 那如果低于128 这个时候再混合呢 那就是一个对于基色的加深 那如果高于128 那这个时候混合呢 就是一个变亮的过程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不管是变亮还是变暗 那这个强度呢 都是很低的 啊 就是稍稍变亮 或者是稍稍变暗 啊 哪怕我们现在叠加的这个图层 就是一个非常啊 对比非常强烈的 就是从白到黑 是吧 啊 从白到黑 这个对比够强烈了 但是我们使用柔光模式混合之后呢 对于这个基色的改变呢 这个结果色 哎 它的这个对比强度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我们如果想创建一个中性色的图层 啊 就可以新建 新建一个空白图层 然后呢 选择 这个颜色 RGB值都为128 啊 输入三个128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呢 填充一下 啊 咱把这个没用的隐藏掉 这样这个图层就填充了50%的灰 然后把这个图层改成柔光 哎 这样就透出下面的这个美女了 而且这个颜色呢 就没有一点变化 啊 我们把这个图层隐藏掉 打开隐藏 打开隐藏 这个没有任何的区别 因为它是柔光模式下的中性色 好 那这算是一种创建中性色图层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 这是只是为了让大家看清原理 平常也不要这样去创建 因为有非常快捷的方法 啊 咱把这个先删掉 我们通过图层菜单 然后找到新键 然后呢 选择图层 啊 也可以用快捷键 Ctrl Shift加N 创建新图层选项 那这里咱们以前都讲过 是吧 这起名字呀 改个这个标记颜色呀 选择模式啊 这些啊 咱们现在了解了这个混合模式 就可以 现在可以在这里呢 直接创建一个已经选好模式的图层 比如说柔光涂槽 啊 还有不透明度 那么再往下面看这个选项 这个就是关键点 就是咱们要了解的就是 填充柔光中性色 那我们选择了这个柔光模式之后呢 这里就会激活勾选这个中性色的选项 那如果我们勾选了它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去创建一个柔光模式下的中性色 那这个里面有提示 说这是50%的灰 好 我们点一下确定 那现在这里图层三 直接就创建了一个柔光模式下的中性色 那也就是50%的灰 有人说这个中性色叠加上去 这什么都没有 那它还有什么用处啊 哎 你还别说 它的用处大了 虽然它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图层上进行编辑呀 那么现在我们填充了一个柔光的中性色图层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图层里面就可以选择画笔工具啊 或者其他的工具啊都行 只要是能达到目的就行 然后在这个中性色图层上来画 那画一画 当然这个画笔的不透明度 大家也可以自己调节调节啊 如果想这个厉害一点 让它调的高一些 当然为了好控制 可以把这个不透明度稍微降低一些 那也可以 把这个白稍微的降一些啊 那么只要你想增白 只要不低于哪个数呢 就是128啊 只要高于128 它肯定就是变量的 那低于128呢 一会咱们试一试就变暗了 它是非常的柔和的 它的这个变量的效果 它的算法 所以修改这些暗部的颜色啊 这非常的好控制 是吧 你要是用简单工具 或者是用其他的工具 那都不好控制 做出来也不自然 就这样 简单的画了画 这感觉比刚才白了吧 那我可以隐藏一下 这个涂层的对比一下 嗯 这是原来的 这是现在的 刚才画过的 当然有变白 但是可以加深啊 就是把一些需要变暗的地方 变暗一些 你比如说 这个眼睛啊 睫毛啊 眉毛啊 或者头发啊 呃 该按的可以暗一些 这样的这个美女的五官 就更突出了 更醒目了 是吧 那变暗的话 我们选择个灰色 选择什么样的灰色呢 就是选择低于128的就可以了 比如我用这个 用79 啊 点击确定 然后我把这个画笔弄小一点 比如描描这个眉毛 嗯 强化一下这个眼睛 甚至把这个 嘴唇这都可以加深加深 还有头发 头发也稍微的来两下 哎 这就加深了 是吧 那有个同学说 你这个一直用的是灰色 那我能用其他带颜色的东西吗 啊 当然可以 那比如说咱们也是添一个 红色 那咱们画上去再看一下 那还是在这个图层3上 然后往脸上画的这个红色 哎 稍微的这样 有那么一点点 那这个脸上这样就有点腮红了 是吧 这个就是淡淡的有那么一点 啊 但是这个效果 这个不敢说是多好的效果 哎 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下 那如果你想把这个人像做的非常的精致 啊 然后有一些皮肤上不好的地方啊 或者一些小的细微的光线的一些调整啊 小明暗的调整啊 这个是要花大量的时间的 那我这样简单的弄一弄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油光涂层 它的这个工作的原理 产生出这样特殊的效果 咱们以后把这个调色的知识都学的差不多 然后呢 再结合混合模式 结合这个柔光啊 可以做一些综合的调色啊 处理啊 做出比较完整完善的作品 那现在打开配套的素材文件 来看图层列表 这里有两个图层 上面这个图层是两条鱼 然后这个图层里面有两条鱼 一条鱼是比较亮一些 那一条鱼呢 是比较暗的鱼 哦 那再来看下面这个就是一个海底啊 一个水底 那我们把这鱼呢 当做混合色 那下面这个图层当做基色 然后给这个鱼 来修改一下混合模式 那现在我们就来选择强光模式 选择了强光模式 那么这两条鱼混合以后呢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较亮的鱼混合以后 看上去就是一个变亮的效果 那么暗的鱼呢 混合以后就变得感觉更暗了 那么大家在这里就有必要了解一下 强光模式 它也是靠混合色来主导的 也就是说混合色亮的话 那它是一个变亮的算法 那如果混合色比较暗呢 它就是一个变暗的算法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模式改成强光模式呢 大家看一下 哎 这个白的更白 黑的就更黑了 但是效果呢 就没有柔光这么好 是吧 所以说这个强光呢 可能就不太适合用于这个方面 就比如说你看像这样的风景照片 这个阴天拍的 啊 这是很沉闷 是吧 那利用强光模式 给它加一个强光的图层 那这个天亮的跟什么似的 好 现在来打开素材图 还是这两条鱼 黑白鱼 黑鱼白鱼 那么现在把鱼这个图层改一下混合模式 那改成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亮光 看看这个亮光模式又是什么样的效果 等一下 亮光模式它也是以混合色为主导的 那当混合色大于128的时候呢 啊 就是一种算法 那小于128的时候呢 就是另外一种算法 那这个128也就是它的中性色 哎 其实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来进行对比的学习一下 是吧 那个柔光模式 在混合色大于128的时候呢 稍微变亮 小于128的时候呢 稍微变暗 强光呢 就是升级版的柔光 亮光呢 就是升级版的强光 就可以这样来理解 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认识原理 来更加深刻的认识它能带来的效果 认识了它产生的效果 才能够有更合适的工作方法 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线性光 然后打开咱们这个PSD文件 那还是这个两条鱼 一个是比较亮的 一个是比较暗的 那之前我们一直在用这个亮的鱼 还有这个暗的鱼呢 来分别的观察 对这个混合模式呢 做一下比较 因为我们发现啊 在这个融合型的混合模式 它们的算法呢 都是给予两种情况的 就是混合色或者是基色 它们在中性色发光值以上 或者是中性色发光值以下 都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节要讲的线性光 我们把这个两条鱼 改成了线性光模式 那这个模式 大家看一下 跟我们前面学的亮光啊 强光啊 也有点像 是吧 但是不同的就是这个线性光更加的强烈 那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 亮光 好 这个是亮光 再看一下强光 这强光都没有线性光这么强 是吧 那么柔光这就不用说了 这肯定是更弱的 那看一下 线性光 这感觉这个变量的部分 就像是线性简单 很像 那我把这个模式切换到线性简单 切换到这个模式 看一下 在线性简单的模式下 这个亮色区域 这种变量的方式 哎 他和咱们这个线性光呢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了 那么对于暗色呢 我们看变暗的部分 那么相对应的就和这个线性加深有点像 咱们可以切换到线性加深看一下 然后就这个被加深这个颜色 当然了 这个线性光 这个程度没有线性加深这么厉害 但是他们从这个加深的感觉上呢 是有接近的地方 都是可以得到非常深的颜色 那甚至是黑色 那这鱼的这个深色部分呢 这个基本上都变成黑色了 所以呢 也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线性光 它是线性加深和线性简单 他俩的结合体 他俩结婚生的孩子 这不挨着啊 那这样也可以把我们前面学的这个 这样总结起来 是吧 从柔光到强光到亮光到线性光 这是一个从弱到最强的这样一个过渡 哎 那么这个线性光呢 就类似于线性简单和线性加深 这种结合的效果 比如说这一张照片 然后就可以选择图层 新建一个图层 在模式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线性光 然后呢 勾选上底下这个填充线性光的中性色 是50%的灰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就是一个带有这个像素啊 填充颜色的图层了 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图层上来添加滤镜 再来添加这个镜头光运 那现在大家看 这个太阳的发光更强 对比更强烈 这种光线的感觉就更真实了 而且呢 它是单独的独立的一个图层 我们还可以移动它呀 变换它呀 或者是再来改变啊 把它放好 再来改变其他的模式来看一下 比如说用油光看一下 这油光就太弱了 这个是没有似的 那再来看强光 强光就好点了 但是还是不太理想 不够强烈 那再来看比较强的亮光 亮光看起来就很亮了 那如果觉得还是不够的话 那就来选线性光 哦 这就更厉害了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选择这不同的模式 那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要学会的是 就是中性侧图层的运用 能够利用中性侧图层 来制作这个光效效果呀 咱就不在这个原图上进行操作 你在原图上操作呢 这算是有损操作 而我们用这个中性侧图层呢 这是可以调节 还有好多变化 这个就是无损操作 那这就是我所倡导的 效果是很重要 但如果你想成为高手呢 这个过程也非常重要 点光模式 现在来看一下这里的PSD文件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混合色图层 来改一下混合模式 改成我们这一节要学习的点光模式 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效果 好 那选一下点光 那现在我们会发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比较暗的鱼没了 消失了 那这个亮的呢 还是存在的 那我们再来移动一下 这个混合色图层 把这个鱼呢 移动一下 因为现在他们是在暗色的区域 那我可以把它再放到上面的 这个亮色区域 再来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拽到亮色区域 嗯 效果截然相反 是吧 现在呢 暗的这条鱼 这个是可以被发现的 那亮的这条鱼呢 就基本上消失了 消失在这个比较亮的基色里了 啊 通过这个图 咱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这个点光 和我们之前学习的 叠加柔光啊 亮光啊 强光 线性光啊 嗯 他们的这个感觉都不太一样 那利用这个点光模式 我们还可以经常用到 替换图片的亮部啊 暗部啊 替换图像亮部或者暗部的像素内容 比如说 那这个文件 这里呢 那上面这个图层 嗯 这种横线的网纹 那我们把它当作混合色图层 那下面呢 这一张风景片 那很明显啊 那上面这天空的部分是非常亮的部分 那我们通过上面这个混合色图层的施加点光模式 这样呢就可以把上面的天空的替换掉 因为我们这上面是暗的颜色吗 那暗的颜色它是可以来替换这个基色的亮的部分的 那选择点光啊 就会做出来一个这样的效果 是吧 不用扣图 也不用做蒙版 啊 它自己自动的就把天空这部分替换了 那这是替换亮部 还可以呢 替换暗部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亮的颜色 啊 带有这点纹理这种感觉 那下面这里 这黑白的人像 那我们把上面这个图案这个啊 亮色 然后给它施加点光 那我们改成点光模式呢 这些亮色呢 就会替换掉下面这个暗的基色里面暗的颜色啊 也就是阴影的部分 点一下 是吧 这样就是又一种特效 实色混合模式 那现在就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打开我们配套的素材文件 然后这个PSD文件啊 有一个绿色的这个啊 实色的一个图层啊 图层一 这个绿图层啊 那下面啊 一张马里兰蒙入的老照片 那好 我们把这个绿图层呢 当做混合色 然后呢 给它改一下混合模式 把它改成实色混合 点一下 哎 我们看图像呢 变成这样的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的强烈 而且从颜色上来看 这个颜色呢 都比较亮 嗯 都是非常纯的 RGB的这个纯亮的颜色 那这个感觉 特别像现代艺术中的波普艺术啊 就是 也随着于这种这个 大家肯定在有些地方也见过这个蒙路的这一组照片啊 这就是波普艺术风格 那现在来看我的混合色这个图层 啊 在正常模式下啊 这是一个绿色的 当然也可以变成其他的颜色 那么混合出来以后的效果呢 这个颜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我们用Ctrl加EU 色相保和度 我们把色相改一下啊 把绿色改成这种紫颜色啊 确定 那再来进行实色混合 哎 这颜色呢 就发品红还有红色啊 我们这个颜色上靠了啊 变个不同的色相 哎 这是不同的感觉 嗯 那常规的一些工作中啊 这个模式可能就用的比这个类似于叠加啊 如光啊 或者是正片叠底啊 绿色呀 比这种非常常用的模式呢 就用的会少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他就用不到啊 有 比如说就做这种特殊效果啊 就可以用到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种实色混合模式来增强画面的对比 啊 怎么来做呢 咱们来看 这里啊 有一张图 嗯 这一张风景片子 那看这张照片啊 这种雾蒙蒙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对比呢 再稍微的调高一点 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呃图像 然后调整 然后呢 有这个亮度对比度 或者呢 色界或者曲线 咱们都讲过啊 完全可以用这些命令 那或者也可以针对于这些命令的那个调整图层啊 进行无损的调节 那我们也可以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从实色混合模式 这个角度呢 来调节一下画面的这个对比 那我们把这个图层呢 复制一份 啊 按Ctrl加J 复制出来一份 然后呢 就可以 把这个图层 哎 改成实色混合模式 等一下 那这个画面变成这样了 没法看了 是吧 这颜色除了红 黄 然后就是黑 那有同学会说了 那这个效果哪成啊 这个是对比挺强 但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效果呢 弱化一下 怎么来弱化 啊 我们把这里的填充度 把它这个填充度呢 降低 降到多少 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感觉合适就行啊 也不用太多 因为对比太强了的话 这个画面的细节都没有了 就10%左右吧 嗯 13%吧 就这样 那么这样来看 哎 跟刚才对比一下 你看这是原来的图 我叠加了这一层 实色混合模式这个图层 然后呢 填充度低了一点 哎 就变成这样了 那画面现在增加了对比呢 明显比刚才要透亮了很多 啊 没有这么的灰蒙蒙的感觉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来控制这里的数值啊 再低一点啊 没那么厉害 10% 那么来看这个呢 也算是一种无损的条图 对不对啊 啊 也是同样没有伤害到原图 而且呢 也可以在这里来控制 嗯 这控制这个效果的强弱 哎 这就是另外一种调色的思路 其实不光是这个实色混合 我们利用里面所有的混合模式的图层呢 啊 都可以把它放到调色的思路里面来 也就是说我们调色呢 就会有很多种手段和手法 这个等我们学的知识越来越多呢 手法就越来越丰富了 那么 放下这里先不说 我再来说一点额外的 也就是我刚才呢 我调整的是填充度 那为什么我调整的是填充度 而不是上面的不透明度呢 咱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填充度调成百分之百 然后呢 现在来调整不透明度 看一看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 啊 是不是试一下就知道了 啊 降一降 降百分之二十多 别说降到百分之十三 那就百分之二十多 看一下 或者再更低 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那从这一点上 我想大家对不透明度和填充度 它们的不同 它们之间的区别呢 这个认识就又加深了一层 是吧 所以在这里啊 再强调一下 这个不透明度 它针对的是涂层本身 而填充呢 它针对的是像素本身 这些东西 如果我试试一下 我试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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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